钓鱼台猎羽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 也是药师采药、渔船避风、拆船修船、打捞沉船的工作站 而从史料上来看 钓鱼台猎羽则是由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使用 最早提到钓鱼台的文献是西元1403年的航海导航手册 顺丰相送一书 钓鱼台猎羽是当时通往琉球的航路指标 在西元1562年的丑海图编一书中 被列入明代对抗日本倭寇的海防系统 1556年正顺宫的日本一件有钓鱼羽小冬小羽野 小冬即是明代台湾的别名 也就是说钓鱼台是台湾附属小岛 西元1683年清朝结束明正王朝对台湾的统治 台湾纳入清朝版图 明代属于台湾附属岛屿的钓鱼台猎羽 自此并同台湾纳入清朝版图 钓鱼台猎羽和琉球群岛之间有一道冲绳海槽 是历史上清朝与琉球王国之间的天然海界 清代文献中记载了两处名为黑水沟的地方 第一个黑水沟位于台湾海峡 在厦门与澎湖之间 第二个黑水沟位于明海以东 在我国的赤维羽与冲绳的九米岛之间 也就是今日的冲绳海槽 清代历界是琉球路 将这个明海以东的黑水沟 名载为中外之界 也就是中国与琉球的国界 钓鱼台猎羽中的各个岛屿 都位于中流之间的黑水沟以西 属于我国海域的岛屿 现存最具权威性的清代官方文件之一 即是这些史琉球路 清代册封史周皇 在1756年写的《琉球国志略》中写道 琉球环岛皆海也 海面西距黑水沟与明海界 并承袭前任册封史记载的 《问沟之意中外之界也》的语句 这些册封史除了在回国后写成史琉球路 也会将他们的使命感与世界观 行之于诗文 例如1808年 初始琉球的册封正史齐坤 在他的东营百勇诗文集 有《航海八勇》的诗 其中一首叫《黑沟阳》 写的是《大海无中外浑然化一沟》 表示大海苍茫本无中外之别 汪洋中浑然化一沟 跟他一同初始的副始费席章 也在《易品级》的诗集中 有一首《黑沟阳》的诗 并于诗名柱上中外分界处 另一首诗也有《黑沟行过中华界》的文字 清代熟知琉球相关事物的权威 如在清代最高学府国子间任教的攀像 在他于乾隆时期 堪行之《琉球入学建文录》中 名记《黑水沟》为中外戒水 今天的创城县立博物馆 有一幅列为指定文化材的珍贵画轴 叫做《凤石流球图》 是由清代的朱赫年所画 是描写《测风史抽黄》 在1756年初始流球的情景 画轴里面总共有20个景 其中一个叫做《五叶过沟》 里面就将中柳之间的黑水沟 以界限的方式画出别具意义 西元1871年刊行的重转福建通志 明确地将钓鱼台载入 卷86海防各县冲药 并列入格马兰厅所辖 当时格马兰厅的海防 由蒙甲营水师负责 之后格马兰厅于1875年改为宜兰县 清代钓鱼台列宇属于中国 为中外所供之 早在200多年前 日本史料《三国通缆图》说 将中国领土依其位置 以红色或黄色汇出 而琉球却以褐色汇出 图中把钓鱼台列宇 和当时的福建、广东 以及彭家宇、花瓶宇 画成一样的红色 而琉球36岛则是画成褐色 可见江户时期的日本文献 也说明了钓鱼台列宇 是我国的领土 另外1722年来自法国的外籍传教士 宋君荣 曾根据中国初始 琉球的册封史徐宝光的中山传信录 以及与驻北京的琉球史节的谈话 写了回忆录 于1758年 刊登在耶稣会传教士书简集 书简集中 附上了中国人熟知的 自台湾基隆山 至琉球纳坝岗真路图 图中 钓鱼语、黄尾语、赤尾语 分别以其中文名称译成法文 我国的钓鱼台列宇 为什么会变成日本人口中的尖阁列岛呢? 因为在西元1843年 英国人杭金壮四教堂尖塔的北小岛 将之称为尖塔群岛 1900年 日本地质学者翻译成尖阁列岛 沿用至今 日本刻意在文字表记上 隐藏尖阁列岛就是钓鱼台列宇 不过这并无法改变 钓鱼台列宇是中华民国固有领土的事实